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福朗广播第四大学承办的2019前选创业之后代手人第四期 培训班进做12天的教学培训 今天圆满结束了 应邀参加今天结班仪式的领导友 福朗广播第四大学培训学院李正先生副院长 大家赞声欢迎收看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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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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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开始第二下议程 那么第二下议程呢 让我们有潜在这十门线的两位同学做欢迎 大家掌声欢迎两位同学 今天是我们创业制作带过人 维修班的最后一天 我很荣幸成为学员代表上来发言 在此我也很感谢三亿议老师的知识分享 让我有勇气第一次走上台来分享我的故事 而正是因为这第一次没有了第二次上台的机会 在我们十二天的学习里 首先我请代表全体参加培训的学员 感谢为我们辛苦受课 帮助我们的每一位老师 是他们用自己的知识经验告诉我们 如何利用互联网 如何利用当下的热门软件资源 如何发展生态养殖等等等等 我们所听到的每一堂课 都是老师们用五年十年的时间 学习经历而来 用简单的时间 尽可能告诉我们更多的内容 让我们在创业路上少走弯路 在此让我们忧热的掌声 送给我们亲爱的老师们 接地性的发言 到今的第一节课 第二节课 慢慢把农村网的融化 让我们的农村网有一个新认识 在一步法律 助理农村事务时 做得安全 安稳简单的防御所 最后我想说 在我们在那学院 有非常做农村创业的 有我们养福工的 福工的 有这个做老虎骨的 我想说农村创业之处 很辛苦 也有非常多的麻烦 确实回答过了困难和难期 但是我想说 我们作为年轻一代 也不能放弃 因为农村发展 需要年轻人 需要我们这些愿意为 农村发展 做出贡献的年轻人 最后感谢各位老师 谢谢大家 各位亲爱的学员朋友 刚才听到这位学员发言 感觉我们这几年 所做的这么一个 培训项目的话 还是很有成就感 就是当时来的话 有收获 那就是我们 就是付出的 最大的一个回报 那么的主要体现在 一次上课来得早 到得起 虚浦县 通课县的同学 在足转的蹲注下 基本上做得了 不迟到 不早退 很多学员呢 甚至早上七点半 就到了教室 特别是通道线的学员们 无论是 通道线上一个管理 对啊 另外一个 就说 通道线上一个 经历的学员 真正是 一句话 对啊 不认识 我认识 先来 放到少年 走 乖 先把这诊书 来 不念叛叛叛吗 这是我的证书 一页证书 12天的培训终于结束了 现在准备回去了 刚才也参加了节日典礼 一个也在上面说了一会话 很紧张 虽然是第二次上台的人还是很紧张 不过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个全新的淡念和学习吧 我希望我的一些故事 也能够影响更多的人 谢谢你们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拍一个我们湖南广国大学的校训 让学习伴随一生 加油